带走啊 这是第四次了 每天都是如此 所有的新鲜排骨 解冻后 午后甚至晚上 都会突然消失 不可能啊 监控探头 应该能看到有人的呀 咱们厨房里的摄像头 前几天都坏掉了 秦晓晓 您保安不够吃钱饭的呀 我 你 您放心 我肯定会很快 炸的小偷的 谢你一天 是 什么情况 查到人了吗 盖总 监控已经修好了 可是 可是什么 查到人了没有 奇怪的就是 监控里没有任何小偷的身影 那肯定就是有死角位置了 死角位置 你为什么快要去站岗呢 盖总 这不是死角的问题 你看 前门后门的镜头 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信我给你看 完全没有人哪 是不是 见鬼了 你有病吧 你身为一个保安一惊炸在干吗 什么见鬼了 这明显就是有人 蛮想妖 或者是 这个人个子比较矮 所以看不见 可就为这么点食物 谁会费这么大劲 可以避开摄像头啊 那我不知道 那是你的工作 请问你们几个 昨天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人都在哪儿啊 我 我应该在食堂吃饭 我们仨一块 对啊 没错 那你呢 我 我 我那时在宿舍睡觉来的 有人能证明这点吗 没有 诶 诺诺 今天穿的很不一样嘛 不啦不啦 真相只有一个 就让我来解开这个真相吧 你的不在场证据已经核实了 喂 我的台词还没说完呢 哼 我一定会找到真相的 那应该说这种 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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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三股 三股 四股 六股 二股 四股 哈哈哈哈 形状 动作习惯 完全符合 也许真相就是小七 小七不可能是小偷 我要去证明小七的清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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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给我出来 小七 原来是你 你这 抓贼呀 怎么办 我就跟你拼了 赶快 赶快过来吧 过来 小七 小七 过来过来 放狗过来啊 跟你拼了 小七 好啊 你给我等着 这是什么东西 小七 你干嘛呢 原来你是昏猪啦 幸好小七带我来这儿 小七 我就知道你是个小英雄 营救行动 现在开始 来 小七 走